九合一选举结果出炉 一级战区高雄市由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赢得胜利 在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宣布败选后 韩国瑜在24号晚间9点左右 与妻子李嘉芬一同出面登上舞台 深深一鞠躬 感谢聚集在总部外的数万名支持者 韩国瑜表示 这次高雄市长选举 高雄市人向全台湾以及全世界 释放了一个重要的讯号 就是高雄人要全力拼经济 他感谢高雄市民愿意给 刚到高雄一年两个月的他一个机会 让他当市长 这是非常大胆的决定 他内心没有一丝一毫喜悦 而是无比沉重 因为高雄不能再等 他必须立刻挽起袖子打拼 我的内心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 你看我的表情 我这个表情 跟票数多票数少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这个表情 无比的沉重 我很清楚 高雄 已经不能再等待了 我们一定要 立刻挽起袖子 立刻轻装上阵 立刻上下一心 全部要团结起来 为我们的高雄未来打拼 韩国瑜指出 没有一个国家与城市会等高雄 高雄的挑战非常巨大 没有时间浪费 必须尽快往前冲 他将组织一个清廉有效率的团队 从明天开始 就会筹组一个不分蓝绿 用人为财的小内阁 他要所有在选举过程中 没有支持他的各行各业都不用担心 大家只要做好分内的工作 全心全意赚钱就好 在他眼中 未来的高雄绝对不会再分蓝绿 将全力冲金济 他会一肩扛起千金万金 希望所有市民都能相信他的团队 做他的后盾给他力量 韩国瑜也感谢对手陈其迈 以及国民党中央提名他参选 还有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挑出来帮忙 也感谢过去两年来 不停批判他的政治对手 让他从中成长 韩国瑜也强调 陈其迈特别提到高雄的未来 一定要秉持爱与包容的高雄价值 他希望所有高雄市民 都能福音这个高雄价值 央广记者曾祥云 刘品希在高雄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